我们已经把这个极数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的理论和一些立体 就是泰勒极数和罗朗极数 我们都已经把他们最主要的内容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些 他们的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我们之前学过一些计算 还有一些最最关键的定理 两个定理 那就是密极数的性质和收敛半径 以及其他的一些的内容 例如说我们求罗朗极数 我们之前给出了罗朗极数的公式 但是我们并没有用这个公式去求罗朗极数 那我们求罗朗极数常用的方法 就是变量代换 还有其他的跟我们在诗函数里面的这个密极数一样 通过逐向求导处逐向为分 那我们之前没有讲逐向求导和逐向为分 那么要运用逐向求导和逐向为分 我们需要有一些预备 就是需要用到一致收敛 那在讲一致收敛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密极数的性质 我们说密极数 我们考虑这样的密极数 一个是SIGMA A的N Z的N 这是N从0到无穷大 或者是哪种呢 就是SIGMA N从0到无穷大 这是AN-Z0的N次方 一个是麦克劳林极数 一个是TED极数 我们考虑这样的密极数 跟我们十函数一样 我们密极数 如果收敛的话 那它可以 就像我们之前定义收敛半径一样 我们先给出这样的定义 我们先考虑第一种极数 如果极数 SIGMA ANZ的N次方 它是在 N从0到无穷大 在Z等于Z1处 如果是收敛 那么 则这个极数 它在一个圆内收敛 ANZN次 N从0到无穷大 在这个圆 哪个圆 哪个圆呢 就是Z的膜 小于Z1的膜 在这个圆内 绝对收敛 如果它在这一点处是收敛的话 那么它在这个圆内是收敛的 如果这是Z1 好 我们写过来一点 好 这是Z1 这是0 那么如果它在这个点收敛 那么它在 这样的一个点 在这样的一个开圆盘内 肯定是收敛的 而且是绝对收敛 是在这它的内部 这个证明不难 我们可以这样的证明 我们如果 我们说Raw Sigma N从0到无穷大 这是ANZ1的N次方 收敛 我们并不要求它是绝对收敛 那么收敛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从这个发散的 收敛这个必要性条件 我们就知道 这个ANZ1的N次 它的绝对值 应该是小于等于某一个数的 因为它的一般向要趋近于零 一般向要趋近于零 我们知道 极数收敛的话 它的一般向要趋近于零 一般向趋近于零 你加的绝对值 它还是趋近于零 那么我们 把Z1换成Z 好 对任何的Z的这个磨 小于Z1的磨的话 好 AN我们知道这个Z除以Z1这个磨长 这个是我们把它记作Raw吧 这个Raw是小于1的 Raw小于1 那我们看 ANZ1的N次 这个磨长 我们把它乘一下除一下 变成什么呢 AN 我们 ANZ的磨长 ANZ的磨长 这是AN 我们乘一下除一下 好 这是Z除以Z1 这是N次 这个是N次 那么这个就小于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小于大M 那么后面这一项是RawN 那么很显然 我们 很显然 这个Sigma 因为这个Sigma M如N是收敛 我们根据这个比较定理 我们知道Sigma ANZN 这个磨长 是绝对收敛 这是收敛 所以我们说 这个Sigma ANZN次 N从0到无穷大 这是绝对收敛 因为它的绝对值收敛 好 这是我们知道的 如果说它在一点处收敛 那么它在这一点 这是麦克劳林技术 它在一点处收敛 那么在这一 以原点为原星 这个Z1 这一点的磨长为半径的 这样这个原类 是绝对收敛的 好 然后这个定理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这种 我们做一个平移就知道 如果我们这个集数 ANZ-Z0的N次 在Z1处收敛 这对任何的 满足Z-Z0 它这个磨长 小于 这是Z1-Z0的磨长 Z1-Z0 在人,我们就说在原类吧 song 则对在原来 但我们就说是在原类吧 z-z0的n次方绝对熟练 这个证明方式 跟上面可以完成同样的方式来证明 我们就不再另外再去写了 好 那这是跟我们十函数里面的 这个定理是一样的 我们十函数只不过是在一点一个对称的区间的 那对这个负变函数 因为它的磨长等于某个长数是个圆 所以给出的是一个圆类的这个 叫做 给出在圆类的这个熟练性 好 那我们有这样给出这样的一个定理 我们可以给出我们一个逆幅命题 我们这个叫做一吧 定理一 这个或者叫做推论吧 若 这个Sigma An Zn 在Z等于Z1处发散 则 在圆 Z等于Z1 外 或者说是在 或者说是在 在 极数 在 这个Z的磨长 大于Z1的磨长 出发散 也就是说在一个点发散 那么在它这个圆外面是发散的 如果在这一点是收敛 那么在这个圆类是收敛的 在一点出发散 那么在它的圆外是发散的 那么在一点出是收敛 那么在这个圆的里面是收敛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 可以改成 改成 AnZ-Z0的N次 好 这一部分可以改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部分可以改成这个 Z-Z0 大于Z1-Z0的磨长 这个可以一样的改过来 这一部分跟我们十函数的 是差不多的 那推论就很容易 我们就不再去证明 你可以自己去写一下它的证明 好 当然也可以用反正法很快啊 用反正的方法可以很快得出它的证明 那么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我们可以跟我们这个十函数一样 我们就有它的收敛半径和收敛圆 收敛半径是什么呢 是我们叫做是我们可以说存在数 R 这个R是什么呢 这个基数 这个基数 我们先看这个 N从0到无穷大 Az的N 在Z小于R类是收敛 在Z的模长大于R 这个发散 或者把它改写成这个Sigma N从0到无穷大 这是Anz-z0 那么它是在Z-z0小于R类是收敛的 在Z-z0大于R是发散的 那么至于在等于的时候是收敛还是发散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管它 那么我们就称R为极数的收敛半径 称R为极数的收敛半径 那么收敛半径的求法 我们刚才根据这个定理 前面这两个定理 我们可以知道肯定存在那么一个R 例如说我们把前面的这个Z1 我们把Z1慢慢的扩大扩大扩大 那么到一点出 它就是在某一个点 在就是说存在某一个点 在这一点以内 在这一点它是收敛的 在这个点内部它收敛 但是在这个点的外部是发散 它本身有可能是收敛或者发散 但是你把它再往外走一点点 它就发散了的话 那它就会 它本身 你往里走一点点收敛 往外走一点点发散 那它就是一个临界点 那么收敛半径的求法 跟我们以前这个 跟这十函数的求法是一样的 例如说用笔值判别法 例如说用笔值判别法 N趋近无穷大 这是AN加1除以AN 我们这个加上绝对值 等于这个L 那么我们就知道L如果是 L如果是大于0小于1 我们知道这个ZN是发散的 L如果是大于1 我们知道这个ZN是发散的 L如果等于1 我们是不知道 那么我们可以 求得出它的R是等于L分之1 这是我们用笔值判别法可以得到的 那如果用根值判别法 N趋近无穷大 这是N次根号 A N这个等于L 那么一样的结论 L 我们说是 这是A N 这不是 这里只能是用到那个正向技术 这个是正向技术 好 我们仍然是0到1之间 我们知道这个AN这是收敛 L大于1 我们知道这个正向技术 AN是发散的 L等于1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仍然得到R是等于L分之1 为什么是这样啊 为什么是这样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我们把我们这如果说我们根据笔值判别法我们知道AN加1这是Z的N加1次 因为因为对这个密技术它是两项 两项相乘 那么除以ANZ的N Z的N次 这是我们因为这个是这只是一个数线 长数线技术 长数线技术 那么根据长数线技术的理论 我们知道这个是下一项的下一项笔上上一项的这个笔值 它们如果是小于1它才是收敛 那么N区已经无穷大 那就会变成什么呢 这里我们 我应该应该是把这里不管它 先不写这个 这样会搞混淆 这前面就当当做是长数线技术的一个复习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那么 对极数它的收敛半径 如果对极数这个ANZ的N次 那它的R是等于Limit N区间无穷大 这是AN除以A的N加1的绝对值 如果是这两个技术都是一样的 这第一种求法 这两种技术它都是同样的求法 都是同样的求法 那它的这个应该说收敛源 这个叫收敛半径 我们还有个收敛源 是Z的长度小于2 那么对第二种情况 它的半径是一样的求法 但是收敛源的表达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是在Z0处5的中心 这是R 那么这是根据笔制判别法 判别出来的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当N区间无穷大 这个AN加1 这是Z的N加1 除以这是AN 这是Z的N次 这个某场就会变成什么呢 N区间无穷大 那么这是AN加1 这是AN的某场 这是Z的某场 这个要小于1 它才收敛 小于1收敛的话 那也就是说Z的某场 因为这是N区间无穷大 Z就看成长数 Z的某场就应该是小于 这是Lampt N区间无穷大 因为我们把这点 这个极限除过去 就会变成了AN除以AN加1的某场 所以它的这个收敛半径 是通过这种求法 那么第二种 是用 利用根据判别法 也就是说当N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N次根号AN这个等于 一样的 这个是R 我们可以写成是Limit N区间无穷大 这是1除以Limit N区间无穷大 这是N次根号AN 那它的收敛源是一样的 一样的求法 那么做法也是一样的 当N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开N次根号AN Z的N次我们取决的值 这也是取决的值 那么我们这个 我们知道是等于Limit N区间无穷大 变成Z的决的值 乘上N次根号AN的决的值 这个要小于1才收敛 所以我们得到Z的决的值 要小于1除以这个极限 N区间无穷大 N次根号AN的决的值 这是收敛半径的求法 我们可以根据比值判别 或者是根据这个 根值判别的方法 我们主要是讲这两种方法 当然要记得啊 比值判别是根据这个 是AN加1除以AN等于L 那么它的收敛半径 是这个把这个倒过来 是L分之1 这是AN除以AN加1 这个跟我们这个 十函数的这个 收敛半径的求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两个立体 我们求极数 σN从0到无穷大 这是ZN除以N的平方 它的收敛半径 我们可以看 N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AN除以AN加1 这是R 那么N区间无穷大 AN那么就是N的平方分之一 AN加1是N的平 N加1的平方 分之一 那这个是等于1的 所以我们知道 R等于1 所以它的收敛元 收敛元是 Z的模小于1 好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求 这个极数N等于0到无穷大 这是N的阶层 Z的N此方 它的我们只求它的收敛半径 那么这个收敛半径 我们根据刚才的比值判别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值判别 当然这是N的阶层 我们用比值判别可能更容易一点 那么N区间无穷大 这是R 等于这N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极限 AN除以AN加1的绝对值 N区间无穷大 那么这是N的阶层 这是N加1的阶层 就变成 N区间无穷大 这是N加1 所以这个是等于无穷大 所以它的收敛半径是无穷大 那我们看一看 差不多 做法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对这个密集数 这十函数 就是我们数学分析 或者是高端数学里面密集数部分 比较熟悉的话 那这一部分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还是用比值判别法 可能比较快一点 那有些 如果说是出现N次方的这种情形 那可能有根值判别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用比值判别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继续